欢迎来到全面进场 3月12日星期二第四节 我们继续跟进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在社交平台发表贴文 曾俊华不点名指出 有人觉得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但他认为 没理由见到有人就来跌下山 都不大喊提醒客 第二单消息 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提出 他欢迎开征销售税 但这个需要财政司司长有很大的政治决心 马时亨还说 他在任内极力推动销售税 虽然失败告终 但长远仍然要考虑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议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其实在这段影片的尾段 我也想帮香港的长者发声 因为现在很多风声都说 2元的乘车优惠 将会被检讨 我也有些意见想发表一下 先说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那篇帖文是怎样的 曾俊华提到 谁会不关心自己投家呢? 上周跟大家说过 我对香港这个家的财政状况有所忧虑 结果一post激起千多个comments 前所未见 可以看到有很多朋友 其实也是很关心这个问题 看到大家的留言 我感受到很多朋友 仍然很热爱这个家 希望继续在这里生活 在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住下去 与此同时又感受到大家矛盾的心情 一方面明白到 荷包可能就快干堂了 另一方面 又不想政府削减福利 尤其是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 大家要知道 这三大凡的开支 差不多佔了政府整体开支的四分之三 若完全不触碰它 同一时间又没办法找到大笔新收入的话 是很难做到收支平衡的 这种痛的抉择 是要大家共同承担才行 当然有人会觉得 问题很快就不存在 甚至有人会说 是你悲观 但我觉得 没理由见到 有人快来跌下山 都不大叫去提醒一下 很明显这一段 第一反映到曾俊华 爱护香港和香港人的情感 是日于言表 否则他不需要 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讲这个议题 他大可以退休 那不出声就行了 很多退休高官都会收散 尤其在国安法之后 第二个就是 曾俊华不点名说 没理由 见到有人快来跌下山 都不提醒一下 那这个有人是哪个呢 他连续这几个星期 所说的都是关于财政预算 和发债的东西 那这个有人我相信 就是说的是陈茂波 就是他不点名说 第三 大家留意得到 曾俊华过去几个星期的帖文 都提述到一点 就是说要力求收支平衡 当有部分的固定开支 比如说医疗、教育、社会保障 不能够说 立乱来到去削减的时候 在短时间之内 收入又没办法大幅提升 当然发债不能够当收入 可以怎么办呢 就是一些非经常性的开支 或者一些没什么迫切性的开支 就可以减缓了 其实社会上 亦有些专业团体 发表的意见 就是说 究竟在现在香港的楼市 跌到淋淋淋的情况下 还是否有一个很大的迫切性 来搞这个什么名的大雨呢 再加上昨天 连天也提到水 毛厘头说 在大嶼山有地震 震央在煤窝附近 煤窝对出 正是明日大嶼的位置 那是否就是 天都提到你了 天降空少 就是有些事情 可以不需要那么心急 不是说反对你 反对它 它一定更加铁了心肠去做 不是说反对你 有些事情可以慢慢做 是不是 三年做不到 五年 五年做不到 十年 不需要急于一时去做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那些非经常性的开支 没有什么迫切的开支 那就减慢一点 那这里减一点 那里减一点的时候 就算做不到收支平衡 你的财赤都可以大幅收窄 好了 那条帖文 接着就说 这个局面 令我想起 早几天 看过一出电影出租家人 电影的主题曲 就是叫做Family Family 这个字 其实就是合併了家庭 Family 和朋友 Friend 这两个字 意思就是 好像家人 那么亲密的朋友 我们这班仍然留在香港的人 何尝不是生活在同一个Family 即使身处逆境 前面荊棘滋满土 我们都不希望看到 头家散晒 或者家道中落 不论是好的时间 还是坏的时间 都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扶持照应 知不过 这个世界有太多事情 就是不到我们控制的 现在我们可以拥有的一切 将来 未必一定可以持续 所以我整天都和大家说 要自保 要为自己的未来作打算 接着那两段文字 就关于他推销医疗保险的东西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反正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 呼吁 曾俊华提出了 就是呼吁市民要自保 曾俊华的呼吁 就和美籍商人陈启中所提倡的 保本保命 是互相呼应的 故此大家要自行领会 应该要如何自保呢 比如说在投资方面 或者在财富管理方面 有什么自保的方法呢 那你就要用尽 现在香港仍然拥有的优势 来做 我认为曾俊华前司长 他多次公开提出建议 已经尽了他作为前高官 和市民的责任 他现在没有公职在身 即是市民 他应做的已经做完了 至于听不听的 这就留给当权的人来做事 就是陈茂波 曾俊华说 现在有人快要跌下山 他没有理由不去大喊提醒 他已经连续几个星期 在Facebook上 声势力竭喊 至于喊不喊得听 那就是后话 接着我们看看 前高官马时亨 他又有什么发表 他最近都频频发表不同意见 有些都很合理 有些都挺我认为 很愚蠢的 比如说政府要立23条 他就叫民间出去对外解释 喂 政府立23条 关民间有什么事呢? 接着他又叫商界组团去解释 不是商界说要立的 哈哈哈哈 商界去做这些事情 是很高风险的 他叫人去的时候 不知道他自己本身 会不会去带团 据明报的报道所说 特区政府早在2000至2001年度 成立了一个研究 扩阔税机的咨询委员会 结论说 要开征商品及服务税 即是销售税 最终未能成事 马时亨前局长说他欢迎开征销售税 但这需要财政司司长有很大的政治决心 我第一个反对 这些建议 尤其在经济逆周期提出的事情 根本想搞杀零售业和饮食业 也是对基层的市民很不利 但我们听了马时亨有什么理据 马时亨的益述 他在2006年到18区游税开征销售税 遇到很大的阻力 旅游业的持份者很担心 会影响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吸引力 尤其是零售界很反对 低下阶层也反对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会交更多税款 感到不公道 但是马时亨就说 其实也有很多宽面的措施 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而时至今日 销售税的退税也越来越方便了 比如说以日本为例 你去百货公司买东西 都可以在百货公司拿回税钱 还有很多科技可以帮助到顾客 不用说一定太复杂 现在整个制度都开始简单化了 这麽多年来 亦都可以告诉你 那些裁业 都是很怕推出这个税行的 就是他就串其他人了 串曾俊华 尤其就是曾俊华没有推动这个销售税 亦都串曾任权 以前他有做过财政司 好了 新加坡就有开设销售税 税率是百分之九 马时亨就说 新加坡可以加销售税 减其他税 来与香港竞争 而香港就没有这个弹性了 香港最主要的税种有四行 包括企业利得税 新俸税 博彩税 和印花税 全部都很容易受到经济环境影响 马时亨就说 任内极力推动销售税 虽然失败告终 但长远还是要考虑的 为何我是极力反对开征销售税 第一 香港这个简单税制和低税率 就是英国人遗留下来给香港 而到现在还未曾受到破坏的 一个最伟大的政治经济遗产之一 你走去再移动这件事的时候 香港就彻底玩完 你就在棺材上 按最后一口钉下去 为何要在经济逆周期 搞这样的措施呢 经济好的时候 你去推动这件事 都有很大的争议性 更何况现在经济差得那么厉害 你又去搞销售税 死不时使得市民百常加根 对于你大老板 马时亨 你做到这个集团的主席 或者对于权贵高官 你开征销售税百分之十 甚至乎百分之二十 九牛一毛 你不会肉赤的 但你对于那些 拿一万两万元的基层市民来说 你去开征销售税 就等同于打击了他们的购买力 这是绝对的不公平 第二 开征销售税 等同于剥夺基层市民的劳动成果 因为你只要计算 任何一个国家 其实都是这样的了 一开征销售税的时候 究竟交销售税的人当中 是基层的穷人多 还是阔佬多 一定是基层市民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日常的日用品 消耗品 他要去买的时候 是不是他要用 那些东西 他不能说不用 但阔佬有很多不同途径 可以折省税項 包括说 如果他要买那些手袋 包包 奢侈品的时候 那他可以去外国去购买 他以一个旅客的身份 就可以免税 是不是 他不用在香港那里买的 又或者说 他要买飞机 买游艇 买什么买什么 他可以用公司名义去买 也可以 那他究竟个人 是交了些什么的销售税 反而窮人来说 有很多事情是避无可避的 比如说 家里的冷气机坏了 不是每个人是超英 现在天气热了 要买那部 家电哪里呢 他是不是要立税 所以到最后 究竟缴纳这个销售税 是穷人多 中产多 还是那些阔佬多 一定是穷人和中产佔最多的 每年一定开征销售税 可以找到几百亿回来 一定没问题 但是这几百亿当中 究竟贡献的是穷人多 还是有钱人多 有数得计 不要经常说 开征销售税 那些有钱人买什么 买七就要交多些了 你想想他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到的 穷人是避无可避的 第三个就是 马时铿提到 其实现在有很多 宽面措施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的而且确是 就算外国也好 开征销售税 有药干的产品 尤其是食材 是没有销售税的 那便可以保障到一般的基层市民 不用说 食材都没得吃了 那问题 人是作为一个人 不是作为一个禽兽 不是一只狗 不是一只猪 他不只是可以吃的 一个人的生活质素 他怎样可以维持得到呢 除了说基本的食物 和饮水之外 他还要生活 比如说 家里的风扇坏了 他要换的 家电哪里有得免 或者我走过 见到衣服 我都想买一下 不要吵你了 整天穿来穿去 都是那件 那些衣服 可以免税的吗 或者出街吃餐饭 你以为去餐厅吃的 餐厅就没得免税 那你叫那些零售业 怎样做下去呢 你叫那些餐饮业 怎样做下去呢 你是不是叫它倒闭呢 请问是 所以根本上 搞这些东西出来 就是想坏了脑 最好就不要搞 英国人为留下来给你的东西 越少改动 那你生存的空间就越大 你越改得多的时候 整天都去改一下这些 搞一下那些 就搞到弄了 不要整天觉得外国有的东西 你就需要有 外国很多东西都有 外国有普选 你不搞 那当然现在没有人要求你搞 全香港都收了声 那你又何苦去说 在那些基层市民的口袋里面 再去压榨那些消售税呢 搞什么呢 你那个开支减少多一点 就已经可以 尽量做到收支平衡 你为什么要搞消售税呢 为什么要在社会上 製造这些鱼卵出来呢 这些东西是压迫穷人的 这些东西是 一个人不只是喝水吃东西的 大哥 除非你说 我生活只能吃饭 没有外面的了 出街看到什么 我都不买的了 什么都不买的了 那怎么办呢 你鼓吹唐平 你是不是想搞杀零售业 搞杀飲食业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提出这些建议出来 尤其现在经济差到这样 只是说要开征这个 什么垃圾袋的征费 都这么多人出来吵 还说搞这个消售税 你是不是制造矛盾 他说退税很方便 如何 关人懵事 是不是先说 本地的市民受罪 本地的那些怎么退 你一开征消售税 他避无可避 除非得到你黄恩大舍 某些食材 可以获得豁免之外 大部分的东西都没得豁免 人不只是吃东西 这么简单 他出去 做任何的东西 都要交消售税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怎样 整个社会的人 全部都是西口西面 那怎么开心香港 是不是跟你那些政策背道而辞 我希望 马老板提出这些意见的时候 你也顾及一下 广大市民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感受 不要只是一末想着 可以开征消售税 就是有一大笔的收入 你绝对是可以有 每年征他几百亿上千亿都可以 但是对于社会的和谐 或者长远的发展 是不是有利呢 你只会使得更多人 去外边购买 最大的受益是哪个呢 我告诉大家 一定是深圳 你一旦说开征消售税 那些人 连那些敏市的赤子都想去买 你就开征了 是不是 你有张良计 他有过长梯 就看你哪一个 你难道在关口那里 所有官员 全部金睁火眼 逐个往来的市民都拦截他 叫他缴税 你如果做到这么绝 你就看一看 是不是 我就一定是不贊成的 因为你推这个消售税 是对于基层市民 对于窮人 是不利的 是对于他们的购买力 是受到损害的 是令到他们的生活质数下降的 你搞这些税出来干什么 为什么你不想想 在企业利得税方面 如果他赚大钱的 比如说超过某一个门栏的 你开征他多一点 行不行 又或者说 香港现在这么多的阔老 他财富超过某一定的资产的时候 你就开征他 我想香港没有人反对 只有极少数人反对 因为受影响的人极少 你就不是大家传门一起来分担 哇 那就很搞笑 你财赤搞坏了 就叫市民来分吗 每个人背了 除开七百万不是很多 就是这样的态度 那就糟了 是不是 我不贊成 只能够说 好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 关于长者搭车优惠的议题 HK01就访问了行政会议成员 兼立法会议员陈建波 他就说 要支持这个检讨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赤字了 资源放在其他更重要的地方 医疗是重要的 人命更重要的 福利更重要的 有限钱的时候 就要看下省哪些位 所以他就说 要检视一下 检讨一下 2元搭车优惠 那我就绝对不反对你 或者去检讨2元搭车优惠 看看可以怎样使得更加完善 但不是一下子 一刀切 或者是取消了它 我看到 陈建波议员也说 他不是要赞成 把2元優惠取消 否则就会使得人觉得 好像是朝令夕改 我同意的 不要取消它 因为始终的长者 新努了大半世人的时间 去到临老的时候 他也算是有多少的优惠 让他可以在外出的时候方便一下 折省他的成本 尤其有些退休人士 这件事是得证 不应该取消的 但是我看到他说的什么检讨 又说要增设资助的上限 或者又说要如何公营机构参与 波哥既然作为行会成员 希望你也可以在行会里面反映一下 你希望知道社会上有一个意见是如何 我看不到任何人提出 就是我有提出的 我希望大家都会认同我这个观点 就是什么 就是你这2元的搭车優惠 就不应该由特区政府 去付钱港铁 或者付钱巴士公司 现在他的补贴是如何呢? 比如说长者搭这班巴士 本来要交10元 长者搭八大通便付了2元 剩下的8元便由政府 补贴给巴士公司 或者你搭地铁 20元的 你付2元 政府便补贴18元给港铁 其实他的运作机制就是这样 但我认为这是很有问题的 你作为港铁也好 如果没有巴士公司也好 你是不是要赚到尽 这么大的公司 你承担不了有一定客量的长者 是付2元吗? 在2元搭车優惠之前 本来长者也是付半价而已 都是比起一般成人的车费 是有优惠的 但现在2元便是得正 是好事 赚你了做得好 那就不应该剥夺了它 而是应该怎样呢? 港铁由于你是特区政府做大股东 这个很容易做 你修改港铁的附例 你将长者 即是60岁或以上的人士 他的车费统一或一做2元便可以了 是不是? 那就不需要又说 政府又补贴一块钱给你港铁 你想想港铁自己就是 特区政府做大股东 很容易搞到 你政府向港铁施押 他立刻改 没有难度的 那于是 你便将责任交托给企业身上 他不需要尽任何社会责任 这个都是行社会公义的一部分 那些巴士公司也是 你不需要每次赚到尽 那些学生哥、弟弟哥 那你就收半价 一般成人你就收回他正价 长者的你收他2元 不过分 当然你可以增测一些条件 比如说有什么长车短搭 或者是他一天里面 可以搭多少程等等 这些条件你可以慢慢再谈 这些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呢 问题就是你这个机制不应该由政府拿钱出来补贴地铁给巴士公司 巴士公司很简单 下次续牌的时候你加个条款 凡60岁或以上的人士 或一车费2元 如果你认为这个条款 是你觉得很不妥当 对于你的心很不舒服的 你不要投 不要勁投 如果你觉得这个优惠 行使了之后 会令到你虚钱的 你不要投 这个牌子 交出牌子 你不要做 如果没有人投 那就公营 多余的 你觉得他会不投吗 你连年赚大钱 那些公司 那些企业 为什么不肯回馈一下社会 没有理由说走去呢 就是整个特区政府就贴钱出来这么笨 我又不信说 这个港帖 或者巴士公司 在没有了特区政府的这笔补贴以后 他就会蝕到倒闭 我一定不信 你都是再这么多人 都是这么多 那你就设一个限制 比如说每一个人 每日最多 只能够搭多少程 多了的话 那就不是2元了 那这些你慢慢再谈 但是就没有理由 要政府补贴 就应该在源头那里 就省了那些钱 就不要走出来 整天大喊 就说特区政府 要花60几亿 在这个2元优惠那里 需要什么呢 如果我做这个财政司长 我在行会那里马上提出这个建议 在源头那里省钱 又帮你省了60几亿 多好 是不是 为什么要政府补贴 他是不是一定要赚到尽 请问 这一节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